主動調查康民署有關泳汕分配的制度問題 大家有留意在早幾個月前 其實在傳媒相關的報導 我也是一直有跟進泳汕分配不公的問題 我們留意到康民署是在早前突然間取消了 禁止某些泳會租借泳汕的安排 即是全面恢復這些泳會讓他們租借泳汕 大家知道早前的新聞報導揭發出來 這些泳會聲稱以非謀利的方式租借泳汕 用一個特價的優惠是謀利的 這個做法其實是康民署應該禁止 康民署做了所謂的調查要求的泳汕提交報告之後 就是沒有主動公佈情況下 恢復這些泳汕租給這些泳汕 而究竟報告內容是怎樣呢 是沒有公佈出來的 這些泳汕有什麼改善措施也沒有公佈出來的 究竟這些泳汕過去以非謀利的方式租借泳汕 而謀取了多少利潤也沒有公佈出來的 康民署有沒有追討有關的損失 他也是沒有交代的 所以在這樣的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情況下 就去恢復這些泳汕租借泳汕 是不是會進一步讓這些泳汕繼續他們 去利用公眾的資源以低價去謀取暴利呢 這個是很令人擔心的 所以這次申訴專員主動調查 我是非常歡迎的 我亦都要求康民署 就我剛才提出來的那幾個問題 是公開交代回應 我今天亦都會有信件給康民署署長 和民政事務局局長劉剛華先生 要求他公開交代 如何確保泳汕租借 是不會令到一些大的泳汕壟斷 讓一些小的泳汕 他仍然是有相當的空間 去租借一些受歡迎的泳汕 我今天主要想說是這幾點 所以我會想說 你會想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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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認為 LCSD 應該會寫 寫的報告 寫 寫 這些大眾行為 他們可以完全領域 為何會否 能夠益 能夠受到 這些泳汕的泳汕 人們 可以賺取出 給予 公開賞 公開 我願意 I urge the LCSD to stop those swimming association from renting the swimming pool links until they can fully explain the matter and I also urge the department to try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association to estimate the laws of the LCSD by offering a special price to the swimming association they should claim all the laws from the swimming association OK OK